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学习Linux进程间的通信 通过前面几次课,我们一起学习了Linux进程间通信的前两种通信方式 那么第一种通信叫无名管道 它可以实现一些有亲云关系的进程之间的通信 第二种通信方式,我们称作为有名管道 它可以实现一些非亲云进程关系之间的一个通信 不管是无名还是有名 它的一个通信对象是一个管道 那么这个管道它是存在于内核中的 当然这个管道事实上在内核中它就是一块缓存 但是这个缓存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 是一个堆裂形式存在的 既然是堆裂,它必然存在一个入底和一个处底的过程 用户空间的进程要想实现通信 必然要通过这个管道 比如说A要向和B这个进程之间通信 A要发数据给B 在用空间是不能发的 那么I可以向这个管道里面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进程B则可以通过这个管道把数据给读出来 从而实现进程I与B之间的一个通信 这是我们讲的前面两种通信方式的一个通信框架 对于每一种通信方式来讲 我们都要知道它的一个框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只有知道框架 我们才能知道对于这种通信方式 我们要学习哪些相关的函数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三种通信方式 叫信号通信 那么它的一个通信框架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通信框架呢 和我们前面两种差不多 在内核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通信对象 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这个通信对象是什么 是管道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 那肯定是一个什么 它的通信对象是信号 进程 用户空间的进程A 进程B 要想实现信号通信 那么在用户空间里面 它肯定是不能发信号 必须要高速内核 让内核给你发信号 给B 它和我们前面讲的管道不太一样 这个信号的对象 它在内核中 它已经存在了 不像我们管道这个对象 是要让进程 用户空间的进程告诉内核 让内核去创建 这种通信方式跟我们前面不太一样 这个信号已经存在 而且内核有很多信号 也就这个对象里面有好多信号 有很多信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内核空间到底有多少种信号 我们怎么看 多少种信号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命令 叫Kill 这是我们在讲Linux命令课程里面 我们选到了这样一个命令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选项 刚L 就可以看到 List的意思 就可以看到内核 可以发生多少种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 Kill 刚L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Ninux总共可以发64种信号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每一种信号的ID号 后面的红代表的是它的功能 也就是每一种信号代表它具备的功能 代表它不同的意义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就是Linux内核可以发64种不同的信号 64种不同的信号 那么这个地方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内核有很多信号 对于我们用物空间进程A 比如说和进程B 要想A发信号给B 那在用物空间它肯定是不可以 也就是用物空间它不具备发送信号的能力 那内核空间里面 有这么多的信号 所以这个地方就存在第一个问题 就是A要想让内核发信号给B 那么B要告诉内核 什么东西啊 发什么信号 因为我们内核空间有64种信号 你的要告诉内核它发什么信号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的要告诉内核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用物空间里面有很多的进程 比如说B C D E F等等 一系列的进程 现在我们实现的是A与B这样的通信 对于我内核来讲 我到底把这个信号是发给B 还是给C 还是给D呢 还是给E呢 等等 所以你的高速内核 高速内核 发给C 所以你的高速 对于用物空间进程来讲 内核管理这么多进程 是通过PID号 所以你的要高速内核 它的PID号是什么 发什么信号 你的高速内核 它的信号值是什么 它的信号的ID号是什么 我们在Nelux命令里面 我们学过一个命令 叫Key 命令 我们当时是SAS一个进程 SAS一个进程 记得我们在命令里面 它的输入形式 是输入一个9 这个9 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号 9号信号 那么信号信号代表的是什么 E 9号信号叫SigKey 它是SAS SAS一个用户空间进程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选项 我们输入的是一个PID号 对吧 你在Nelux命令 学过这样一个命令 是SAS一个进程 好 下面我们来 把这个命令再重新 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户空间里面 有一个程序叫test.c 这个test.c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死循环 写好之后我们B1 好 那我们运行一下test 当然这个test是处于一个死循环状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处于一个运行状态 我们要SAS这个进程 我们在Nelux命令是通过 Keyer Keyer9 然后它的PID号是5741 我们输入它的PID号 5741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test的这个进程 进行了SAS 这是我们在Nelux命令 学的这个Keyer命令的用法 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信号通信过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通信 一个框架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仍然是内核 那么用物空间里面有两个进程 一个进程叫test 第二个进程 其实就是我们的命令 叫Keyer 命令 我们通过Keyer命令 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要进入内核 因为这个命令来讲 它是不能直接发信号给它的 Keyer这个命令 它其实也是一个应用程序 也是一个应用程序 所以在用物空间里面 它Keyer这个程序 是不能直接发信号给它 是需要通过内核 一个系统调用函数 这个系统调用函数 就是我们马上要学的一个函数 叫Keyer函数 它是要告诉内核 发什么信号呢 发的是9号信号 好 这样的话 内核我就可以 用物空间里面 发9号这个信号 那么第二个 我们第二个选项 发的是PID 其实它是高速内核 我发给水 发给我test的这个进程 那么test的这个进程 就会收到这样一个信号 收到这样一个信号 所以说我们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这个系统调用函数 Keyer它的形式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它肯定还有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 和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应该是 发什么信号 第二个参数应该是 发给水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Keyer函数的形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Keyer函数的功能 我们已经讲过 它是高速内核 让内核 给我们用户空间里面 发信号 那么它要告诉内核 发什么信号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参数 那么它的第二个参数 是发什么信号 刚才我刚才讲了 是第一个参数信号 它的形式是 注意 它的第二个参数是 发什么信号 它的第一个参数 那肯定 显然 它的第一个参数 肯定就是 向哪一个进程 发PID 哪个进程 发 那么PID 有三种形式 平常情况下 我们一般用的是 第一种 发 向用空间哪一个进程 固定的哪一个进程 号 去发 如果是零的话 它会把一个进程组的 所有的进程都会收到这个信号 如果是负义 负义的话 那么它就会把进程表里面 所有的进程 都会收到这个信号 好 下面我们用的是第一种 某一个进程 某一个进程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KL函数 它的返回值 很简单 如果成功是零 出错是负义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程序 通过这个KL函数 通过KL函数 来实现 这是我们前面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是通过KL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 是怎样实现的呢 是怎样实现的呢 那么它肯定是通过KL函数 来实现的 下面我们就是要写一个 程序来实现 KL命令的功能 和用法 我们写一个MyKL 点C MyKL点C 因为MyKL点C 我们刚才KL命令 是通过选项 那么同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 命令行参数的方式 来输入我们的SID 就是信号和PID值 我们可以 我们必须用 我们的命令行参数 至少还有两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进行判断一下 要求你输入 如果RGC 命令行参数 应该是小语3 至少是两个 如果小语3 表示 Please 输入 如果你小于3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再往下走 因为至少 你输入的内容 还有一个信号值 你的一个程序 和它的一个信号值 和它的PID号 Liturn 那么如果你输入的参数 是 还有两个参数 那么我们可以 把这两个参数 读过来 因为你输入的是一个 我们命令行参数里面 它是一个 字物串 我们要把它 转换成整形 所以我们要学到 一个函数叫 字物串 转换成整形的 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叫 atoi这个函数 它可以实现 一个字物串 转换成整形 它的头文件 stdlib 我们已经包含了 这个头文件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定义一个 rntsid 和rntpid 我们刚才是 通过kill命令 9 然后pid 所以它的第一个参数 应该是9 所以9应该是 它的信号值 等于 at 和i 我们应该是 rgv 1 rgv1 pid 应该是 德语 at 和i rgv 2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值 到底是不是 我们转换完之后 它的值 是不是 sid pid pid sid 等于 pid 等于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值 kl.c 点杠 mike 比如说我们收入是91234 好,我们说明我们转入的进行转换周创转换的整形它是正确的 好,接着我们来写这个程序 好,接着我们来写这个程序 好,我们输入的参数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写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调用我们的系统调用函数 kir kir它是一个系统调用函数 它的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我们看一下它的形式 第一个参数是向哪一个进程发 用空间的哪一个进程发 第二个参数是发什么信号 好,我们是它的pid 然后是sig 这样的内容 好,我们就结束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写的这个程序 具备具备我们刚才的kir命令的用法 mykir,mykir.c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仍然是来运行我们 test的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的test的程序 它的id号 它的pid号是什么 pid号 它的pid号是5858 5858 5858 那么运行我们刚才写的程序 我们发的是9号这个型号 然后是它的进程号是5858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杀死我们这个进程 是杀死了我们这样一个进程 也就是说我刚才写的这个程序 实现了我们kir命令的用法 kir命令的用法 那么我们这是我们学到了信号通信的第一个系统调用函数 叫kir函数 那么通过这个kir函数的用法 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整个信号通信 它的一个通信框架 通信框架 进程i要想通过信号通信方式的来实现i与b之间的通信 对于i来讲 必须要告诉内核发什么信号 发给谁 所以我们在内核中 这个信号是我们通信的主体 谢谢大家